一分钟前 我那个交往了三年的男友 一把将我手中的冰淇淋打翻地 就因为我吃的是哈根达斯 韩孟奇 你什么家庭 我们现在什么情况 你心里没数吗 我每天辛苦奔波 为我们的将来奋斗 你呢 你在做什么 怎么就这么不懂事 林飞站在我公司楼下 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 对着我口吐芬芳 我心中的热情也消失殆尽 可她不知道 我身后这家A是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正是我爸一手创立 我是名副其实的 豪门大小姐 同事请的 办公室所有人都有 我没吃 特意留给你的 林飞顺着我的方向看过去 于娜娜 烫着精致的长卷发 穿着香奈儿套装 搭配同品牌黑色链条包 全身上下一水的名牌 显得十分贵气 正挥手跟同事们道别 发现自己误会了 林飞态度软了下来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是为咱们的将来考虑 我们两家的父母都指望不上 想在A市 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立住脚 就不能跟别人攀比 不能大手大脚 知道吗 我平时穿着打扮都很朴素 和普通的大学生没有两样 林飞一直以为我和她一样 她又主动示好 拦住我的肩 好了 别失小性子了 今天同学聚会 别让他们等久了 她拥着我往街角走去 参加工作两年 她买了一辆二手代步车 却从不将车停在我公司楼下 快到皇冠酒店时 林飞将车停在了附近 用手机软件 叫了一辆奔驰商务车 我跟你不一样 我已经是踏入社会的人 不像你 还是个学生 她的解释苍白无力 我也没有戳破 穿过皇冠酒店 富丽堂皇的前台大厅 服务员将我们领到了 赵青提前预定的 VIP至尊包间 一推开门 里头谈笑风声 烟雾缭绕 直到我们走近 才有人注意到 哟 咱们林大才子来了 赶紧过来坐 我们被安排到赵青对面 今天晚上这场同学聚会 就是她牵头组的局 听说她现在混得最好 她家里有个开公司的叔叔 别的同学都还在底层摸爬滚打时 她就已经坐到了公司管理层的位置 现在还被公司富董的女儿看上 不出意外的话 年底就能喝上她的喜酒 我本不想来 但林飞替我应下了 我也不好扫了她的面子 说起来 林飞还是我们校学生会的主席 又招女孩喜欢 多少女生追她都没追到 咱们班女生还偷偷问过我 说林飞是不是喜欢男的 最后还不是落到了咱们孟琪手里 谈及青葱岁月 一屋子的人都跟着笑了起来 我客套着回了几句 他们觉得无趣 我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 显得格格不入 又把话茶字落在了林飞身上 林大才子现在在哪里高就 就是就是 林飞年年都拿全额奖学金 又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的 可把我们羡慕坏了 林飞略显尴尬 勉强挤出一个还算能看的假面笑容 爱 不敢跟同学们比 我现在在国华投资做财物 国华投资 名字听着挺霸气 一屋子人要么没听过这个公司 听过得又很不屑 做财务挺好的 也算专业对口 不像我 毕业了连对口工作都找不到 都转行卖保险了 对对对 要说有出息啊 还是咱们赵哥厉害 都当上总经理了 马上又要赢取富董千金 前途无量 来来来 让我们举杯 一起敬赵哥一杯 以前跟林飞玩得比较好的那两个 替他解了威 接下来的整场饭局 林飞都没再说话 只是一口接一口喝闷酒 校园时期 成绩好的学生 总是自带光环 让人高看一眼 可是出了社会 评判的标准又不一样了 林飞佳贫 但也心高气傲 曾经赵青那样的人 他最是瞧不上 没有真才实学 只靠出身 赢在起跑线上 可今天 一顿饭花了五万多块 赵青眼都没有眨一下 林飞的自尊心 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那是他小半年的工资 大家也准备散场了 我却在至尊厅门口 碰上了熟人 我的同事于娜娜 是他先看到了我 主动过来打招呼 孟琪 你们也来这里吃饭 话是问我的 眼睛却落在了林飞身上 回去的路上 林飞拐弯抹角 跟我打听于娜娜 问我跟他认识多久了 关系怎么样 他跟我是一样的实习生 怎么能负担起 那么高的消费等等 我被问得不耐烦 有些生气 急不向前 他又追上来哄我 我也是太紧张你 怕你交了不好的朋友 学坏了 一阵沉默后 他又提醒我 听你这么说 你那个同事应该不错 你要跟他搞好关系 你知道的 咱们父母都帮不上忙 总要结交一些人脉 我胃里一阵不适 我开始找实习时 林飞就安慰我 找不到大公司也没关系 慢慢来 我兴奋地跑去告诉他 我进了A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他却没有替我庆祝 说什么 连我这样的小笨蛋 也能进那样的大公司 人事招聘 一定是被我的美貌迷惑了 要么就说 现在的大公司 越来越不行了 当时觉得 他只是调侃 现在想来 他只是 借着开玩笑的口吻 说出了真心话 我承认 我进公司是我爸的意思 我哥太叛逆 他说房地产 已经是老掉牙的西洋产业 没有未来 他自己出去创业 整了一家AI科技公司 这家老掉牙的房地产公司 只能由我接手 但我能进去实习 是我自己面试通过的 全公司除了我爸 没有任何人 知道我和他的关系 之后的日子 林飞照常来接我下班 不过现在 他每次都把车 开到我公司楼下 上次同学会后 他就把二手车卖了 租了一辆远超 他消费能力的豪车 他说这是工作需要 不好让客户看不起 他做财务 又不是销售 我知道 他是做给余娜娜看的 他现在来接我 都会特意换上 一身他逃来的高仿大牌 他还会提前来等我下班 如果余娜娜还没有下楼 他就会跟我东拉西扯 好在公司楼下多逗留一会儿 余娜娜穿着紧身蕾丝连衣裙 勾勒出完美的曲线 扭着纤细的 水蛇腰 又端着一杯咖啡 从我爸的办公室里出来了 脸色不太好 看来没讨到好处 他回到工位上 从爱马仕包包里 拿出小镜子 补了一下口红 看着镜中的那张盛世美颜 立刻满血复活 过来跟我搭话 孟琪 真羡慕你啊 有个条件那么好的男朋友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天我们是从 皇冠酒店的VIP至尊厅出来的 皇冠酒店的VIP至尊厅 需要拥有他们酒店的黑卡会员 才能预定 而黑卡会员至少要充值50万 他是勾引我爸不成 又盯上了林飞 这姐妹儿是广撒网啊 他是跟我同一批 被招进公司的实习生 进公司的第一天 我就成了他的对照组 相较于我低调的朴素 于娜娜就是高调的奢华 从头到脚名牌加身 精致的像个瓷娃娃 每天各种奢侈品牌包包轮流杯 不过大多是高仿 只有那么几个便宜的是真货 反正高仿流行的时代 也没几个人见过真的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死党 他是个包包重度爱好者 限量版多如牛毛 他甚至买了一栋 室内面积1000平的别墅 专门装放他的包 我韩孟琪爱得起 也放得下 既然你们一个连劈腿 都还要利用我 一个勾引我爸爸 又想抢我男朋友 那我就祝你们一臂之力 我给我哥打了个电话 哥 有人欺负我 你得替我报仇 我哥在那头暴跳如雷 哪个王八蛋敢欺负我妹妹 告诉哥你在哪 哥马上带人过来 把他胳膊腿都卸了 哎 我哥这脾气也太暴躁了 倒也不必如此 你配合我演出戏就行 我哥出现得恰到好处 林飞下班来接我 就看见我和一个男人 有说有笑 举止亲密 他怒气冲冲揪住我哥的衣领 要打死这个第三者 我赶紧用身体挡在他们中间 可不能让他伤了我哥 虽然他也打不过我哥 韩孟奇 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女人 朝三暮四 脚踏两条船 想当初那么多女孩追我 我怎么就瞎了眼了 跟你在一起 我知道 你看不起我 嫌我穷 这么快傍上有钱男人了 林飞高我两个年级 是当年的风云校草 追她的女生也很多 却从未见她对谁心动 全校都传林飞是朵 高岭之花 我管她什么高岭之花 矮岭之花 我韩孟奇看上的花 就是长在天上 我也得给她耗下来 追到她后 我暗自窃喜 这朵高岭之花何止优秀 唯一的劣势 就是家庭条件差了点 不过我不介意 反正我爸那么有钱 肯定不会亏待她 我爸偷偷跑到学校 见过她两次 不置可否 只是交代我 先不要告诉 林飞我家的情况 当时还觉得她对林飞有偏见 现在看来 我爸不愧是混迹江湖多年的老狐狸 自从同学会后 林飞就变得越来越偏激 她一边想要搭上于娜娜的船 另一边又还想绑住我 我装作慌乱 赶紧跟她解释 林飞 你误会了 这是我表哥 林飞狐疑地看着我 又瞟了眼面前这个帅气高大 周身贵气的男人 慢慢放下了拳头 怎么没听你说过 还有个表哥 我哥活动了一下手腕 整理好被林飞纠乱的 范思哲 手工定制衬衫 我们一家不住A市 马上要移民出国 这边有一些财产 想拜托表妹替我们处理 当听到财产两个字 林飞脸上的敌意明显消退 孟琪你看看你 你有这样的表哥也没跟我说 让表哥看笑话了 我懂事得跟他道歉 是我不好 姑姑一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搬走了 这些年我们来往也少 就没跟你提 听完事情经过 林飞陪着笑脸跟我哥道歉 表哥真是对不住了 我刚刚就是太紧张孟琪 他一个还没出社会的大学生 我怕他被人骗 我哥一笑置之 不仅没跟他计较 还夸他是个尽职尽责的男朋友 要我好好珍惜他 你别说 我哥这演技还真不错 挺像那么回事 今晚回家 让我爸给他加个鸡腿 林飞一改刚才的态度 开始跟我哥寒暄 东一句西一句地尬聊 两个人一见如故 很快就熟络起来 对了表哥 刚刚听你们说什么财产 我哥恍然大悟 哎呀 差点忘了正事 我们一家移民 以后就不回来了 明天都要走了 才想起我家在A市 还有一处房产 说起来那都是十年前买的了 Z 我们来不及处理 交给外人又不放心 正好表妹也在这边工作 就想拜托她替我们处理 林飞倒吸一口凉气 偷描我哥 我特意交代我哥 让他把最贵的衣服和配饰 都给我套身上 我哥说 那他得顶着一座奢侈品山出门 我爸妈交代我 房子要是卖掉了 给表妹包两个点的红包做谢礼 林飞的心一颤 表哥 咱们都是亲戚 帮忙是应该的 说什么钱不钱 他倒是大方 认了我家的亲戚 还替我做主 我哥没搭他的话 说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不能让我白帮忙 接着就带我们上了他那辆保时捷红色超跑 开到江山云喜的地下车库 江山云喜 A市最贵的高层小区 十年前开盘均价就已经超十万 在A市几乎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存在 路上林飞的眼睛乱飞 再去往顶层的电梯里 我都能听到他紧张的心跳声 这是一套位于江山云喜顶楼的大平层 室内面积六百多平 小区占据了二环内最优质的地段和配套 站在那扇聚目落地玻璃前 能够俯视整个A市的夜景 我哥走后 林飞还像在做梦一样 愣愣地立在窗前 Z 我将我哥留下的那串钥匙攥在手里 发出丁丁的脆响 他才回过神来 孟奇 你表哥到底是什么人 这套房子究竟值多少钱 鱼儿已经上钩了 我开始胡编乱造 我姑姑家是做外贸生意的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表哥几次 后来我们就不怎么来往了 两家差距太大 我爸妈也怕别人说闲话 我表哥说现在这个小区的均价在二十万左右 二十万 林飞差点跳起来 六百个平方 岂不是一点二亿 我做思考状计算了一下 点了点头 随后我又摇了摇头 不止呢 二十万是小区的均价 表哥这套是小区楼王 又是也最好的顶层 楼上还带有同等面积的空中花园 单价肯定是高于二十万的 嗯 我估计在一点五亿到两亿之间吧 我也没卖过房子 还得找中介问问 我后面的话林飞根本没听 我看他伸出两根手指头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我知道他在算什么 按我哥刚才所说 这套房子卖出去 我能拿到三四百万 简直就是天降横财 林飞现在的工资 不吃不喝也得二三十年 其实 这套房子是我爸留给我的陪价 不止这套 江山云洗这个楼盘 都是我家公司开发的 趁着林飞发呆的间隙 我将那串钥匙揣进包里 等一下 林飞急步走来 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孟奇 我是这样考虑的 这套房子这么贵 肯定不好卖 你现在又是实习转正的关键时期 花太多心思在别的事情上 本职工作做不好 影响上司对你的印象就不好了 我装傻冲愣 你说得对 那我明天就去找中介 我果断将拿钥匙丢进了包里 哎 孟奇 我不是那个意思 看他欲言又止 急得快要跳脚 真像知道手的鸭子又飞了的猴子 他走到我身后 拦住我的腰 将我整个人都圈进怀里 以前觉得他的怀抱好温暖 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雄性和尔蒙气息 每一次靠近都让我心跳加速 这一次 我却对他的拥抱产生了本能的抗拒 这外人哪有自己人可靠呢 我是不想你太过操劳 我毕竟已经出社会两三年了 总比你有经验一些 也有一些人脉 有我帮你的话 这房子也能卖得快一点 等拿到这笔钱 就可以买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婚房 再把我爸妈接过来 我们生一个小宝宝 让他们捞两口袋 我们就可以安心工作 林飞拿我的钱给我画这大饼 说到生小宝宝的时候 他还隔着裙子 在我肚子上妈撒了两圈 我羞得往他怀里躲 说什么呢 坏死了 谁说要给你生小宝宝了 我越躲闪 他越嚣张 搂着我的后腰 让我跟他的身体亲密贴合 用鼻尖青蹭我的脸颊 不给我生小宝宝 你还想给谁生 啊 我爸妈管我言 我跟林飞交往三年多 最亲密的行为 也仅限拥抱和接吻 我面红耳赤 从包里翻出钥匙交给他 给你给你 那么多小动作 你也不害臊 拿到那串钥匙后 林飞就没再靠近我 捧在手心看了又看 像是把玩一件珍贵的文物 哦 对了 你把车钥匙也给我吧 我哥走的时候 把那辆车也留下了 他说不好运输 让我一起卖了 我只是让我哥来演个戏 也只跟他说了这栋房子 没想到他还挺会给自己加戏 把车也留下了 我知道 他又想换新车了 我哥真是个喜新厌旧的男人 至少对于车 他是 你要车做什么 咱们不是有车吗 我维持着人设 在林飞的眼里 我就是一个空有美貌 没有脑子的花瓶 那车是租的 每个月租金加油费 也不少了 我这不是想多存点钱 好早点买房吗 再说 这车子停在那里 不开也会坏的 我先开一段时间 也不影响卖出去 车放你那里也没用 你又没驾照 林飞给了我好几条 合情又合理的理由 我没驾照 是因为没必要 我家有司机 什么车还需要 本小姐亲自开 我不情不愿 还是将车要是递了过去 你小心点开 刮了碰了 咱们赔不起 知道了 你真啰嗦 林飞的语气开始不耐烦 她的眼睛里 再也没有我 当天晚上 林飞就开着跑车 带我出去兜风 当我说我肚子饿了 她立马提议 带我去吃烧烤 说要跟我好好庆祝 预祝我们顺利替表哥 卖出豪宅和跑车 她说的那家烧烤店在城南 而我们现在在城北 林飞忙碌了起来 除了前面几天 还来接我下班 之后来的次数 就越来越少了 还是老样子 每次都会等到 于娜娜看见她之后 才会带着我 坐上那辆炫酷的跑车 发消息问她在做什么 她都很敷衍 不是在陪公司的领导出差 应酬就是跟同学们在吃饭聚会 听出我不高兴 她又会哄我几句 说她现在这么拼命 都是为了我 于娜娜换了一只最新款的限量版爱马仕 又成了同事们围观的焦点 哟 娜娜 又换新包了 这可是最新的限量版 我跑了好几次线下门店 又找了好几个海外代购 都说没货 你怎么买到的 于娜娜很享受这种被人羡慕追捧的感觉 她大方地跟大家分享 男朋友送的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买到的 她说像我这样的女孩子 值得最好的 办公室的女同事们都发出了羡慕的感叹 随后又失落地抱怨自己 怎么就没有这么好命 遇不上这样有钱又有心的男人 对了那啊 前几天在公司后面那条街 我看见你上了一辆红色跑车 就是你男朋友吧 那位女同事会声会色地描述着那辆红色跑车 于娜娜一脸得意地点了点头 办公室里又是一阵惊叹 原本就是午休时间 本来打算睡午觉的同事也不困了 都围过来听八卦 一个男同事突然发问 怎么似曾相识 对了 孟琪的男朋友来接她 我记得也是一辆红色跑车吧 都是人惊 当然清楚男同事的话已有所指 有好事者扯着嗓子问我 是啊 孟琪 之前还总见男朋友来接你 这段时间怎么没来了 我坐在公卫上懒洋洋地抬头 我男朋友前段时间升职了 陪领导去外地出差 一个出差了 而另一个突然出现 办公室的人心照不宣 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于娜娜主动过来道喜 男朋友升职了 真是恭喜啊 她又对那些看八卦的同事 洋装生气 我跟孟琪是同一批进公司的实习生 就数我和她关系最好 你们别乱嚼舌根 孟琪的男朋友我也见过两次 她男朋友和我男朋友是不是一样 我又没老眼昏花 还是分得清的 看于娜娜有两分生气 同事们开始谴责那位男同事 人都有相似 更何况车 红色跑车多的是 款式也都差不多 我和于娜娜没打起来 这场八卦茶话会也到此结束 只有我知道 是我哥那辆 没跑了 那款跑车在A市一共就两辆 另一辆 在我那位爱好收藏钻石珠宝的发小手里 她是个女孩子 我确定于娜娜和我发小 都没有同性恋倾向 再结合林飞和于娜娜这些日子的反常表现 每一条都对得上 看来他们两个已经顺利搭上线了 当于娜娜再一次扭着水蛇腰 从我爸的办公室出来时 心情烦躁的我随手从桌上抓了一份文件 冲进我爸办公室 确认办公室没人后 我砰的一声关了办公室的门 我爸虎曲一震 正要发火 看见是我后 笑嘻嘻地站了起来 哟 这是谁惹我家大小姐生气了 告诉爸爸 爸爸让你哥去把那人胳膊腿都泄露 这对父子怎么那么暴力 动不动就喜欢泄人家的胳膊腿 还能是谁 当然是你啊 我把那份文件丢在我爸办公桌上 嘟着嘴满脸的不悦 我 我爸满脸疑惑 眉头皱了起来 那双眼睛都跟着变了形 他抓耳挠塞 也没想出来究竟哪里惹到我 来来来 宝贝女儿 好好跟爸爸说说 爸爸究竟哪里做得不好 我改还不成吗 不过 你千万别跟你妈说啊 她搭着我的肩到沙发坐下 给我递了一杯咖啡 看见咖啡就来气 我大力地将那杯咖啡推开 杯子里的咖啡被荡开 撒了一桌 于娜娜送进来的吧 我不喝 我爸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心思 是跟和你一起进公司的那个女孩 闹矛盾了 我把头扭到了一边 不去看她 她安得什么心 爸爸难道看不明白吗 她没有生气 哈哈大笑起来 那还不是因为你爸太有魅力 哪个女人不喜欢 你爸一出生 邻居的阿姨呀 姐姐呀 就最喜欢揪我的脸 等我大一点 幼儿园就有女孩子开始追我 再后来啊 停停停 再说下去 她就要把小学 初中 高中到大学 再到她毕业后 所有跟她有过接触的女性 全给数一遍 开除她 我耍起了小性子 我生气 与她和林飞的奸情无关 自从看透了林飞的本性 我对她已经没有留恋了 我是替我妈抱不平 她要林飞可以 要我爸不行 宝贝女儿 像你爸这么有魅力的人 喜欢我的女人 那可太多了 这要是来一个开一个 整个公司的女人都得开除 不对 还有你赵叔叔公司的 李叔叔公司的 和阿姨公司的 我没忍住 她太自恋了 看我笑了 我爸眼睛眉毛的形状 又恢复如常 这时 我妈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爸条件反射般 从沙发上弹跳起来 吓我一跳 糟了糟了 说好四点钟 给你妈打电话的 我看了一下挂在墙上的时钟 十六点零一分 喂 亲亲老婆 刚刚女儿在我办公室里 要不我叫她 跟你说句话 你相信我 我就知道 咱们夫妻情比金尖 比千年不倒的长城 还要牢固 亲亲老婆 晚上想吃什么 老公下班买菜 回去给你做 阿姨做啊 阿姨做的 哪有老公做的香 我都三顿没给亲亲老婆做饭了 不行 今天必须做 哦 想吃茄汁大虾呀 好 今天要咸一点 还是甜一点 番茄多一点 还是少一点 来上个班 都躲不掉被喂狗粮的宿命 我爸当我妈的舔狗都当了一辈子了 恐怕下辈子 下下辈子都改不掉了 他的生活三十年如一日 一成不变 唯一的爱好就是工作赚钱 给他的女神老婆买喜欢的东西 其他女人还真入不了他的眼 我敲了一下我爸的胳膊 示意他我出去了 你要是真不喜欢他 爸爸立马叫人是辞退他 算了 现在没事了 我留着于娜娜还有用呢 我是怕我妈吃亏 想敲打敲打我爸 我起身离开 我爸一把薅住我的手腕 将我拽回了沙发上 想多留我一会儿 于娜娜又端着一杯咖啡推门进来 就看见我爸一手举着手机 另一只手搂在我腰上 我整个上半身都躺在我爸腿上 我爸力气真大 林飞终于有空找我了 说自己出差回来 还给我带了礼物 他没去公司接我 而是挑我待在学校的时间给我发的消息 学校的静思胡 是校园情侣约会的最佳去处 林飞还没毕业时 我和他牵着手 在这里散过这辈子最多的步 如今静思胡除了树更高了 草更茂盛了 其他和两年前没任何区别 只是我和林飞再也回不到从前 他掏出精致的小盒子时 我满脸惊喜地配合他演出 里面是一串迪奥的钥匙扣 林飞颇为得意地跟我示意 我说过会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虽然现在还没有房子 不过很快就会有的 这串钥匙扣就是我给你承诺的证明 一定要相信我 好吗 鬼才相信你 哇塞 我当然相信 我主动攀上林飞的脖子 与他深情相拥 窝在他怀里感动地落泪 果然 第二天上班 于娜娜就背了一个新款包 和昨晚林飞送给我的那串钥匙扣 正好同一个品牌 哼 我跟他在一起三年多 他从未送过我任何稍显分量的礼物 那时候我体谅他家里 加上大家都是学生 他自己也没挣钱 从不跟他要求什么 我还小心翼翼地雇着他的自尊心 时不时贴补他 他毕业后 不仅没再送过我任何礼物 还对我越来越苛刻 吃个冰淇淋都要被他当众数落 现在却舍得给于娜娜买几万块的包 花起钱来眼睛都不眨一下 而我只配得到于娜娜剩下的赠品 可真是应了网上那句话 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 真想掐死这对狗男女 我冲着于娜娜翻了一个白眼 坏了 被他看见了 于娜娜停在我的宫位前 冷嘲热讽 总端出一副高冷的架子 还不是吃着碗里的 又看着锅里的 想见男人上位 我爸办公室事件后 他也懒得再跟我维持表面的和气 逮着机会 就要免里藏针地也与我几句 好像在说 装什么装 你还不是跟我一样的人 我冷哼了一声 学他茶言茶语 彼此彼此 要跟姐姐比呀 妹妹我还差得远呢 以后还得老姐姐多教妹妹几招才是 于娜娜指着我的鼻子 想要反击 见办公室里人多口杂 她转头将遍遍的大波浪挽到了耳后 很快她又变成了那个气质优雅的名媛大小姐 你别嚣张 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到时候我就回去做我的豪门阔态 每天跟好姐妹买买奢侈品 喝喝下午茶 你呢 你就不一样了 怕是在公司里待上一辈子 都赶不上我一根脚趾头 要结婚了 真是太好了 这速度 这进展 远比我预想得要快得多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在努力 对方比我还要卖力 嫁入豪门 我一定会让你们嫁入豪门的 挑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好日子 我掐准时间 准时出场 林飞目送于娜娜进了小区 我马着一张脸 出现在她身后 愤怒地揪着她一顿暴打 混蛋 渣男 不要脸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还曾对天发誓只爱我一个 你不怕天打雷劈吗 我手脚并用 连扇她几个耳光后 又在她腿上狠踢了几脚 她脸上 脖子上 留下了一道又一道血红的抓痕 孟奇你听我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先冷静下来 听我解释好吗 男女力量悬殊 真要把她惹毛了 给我两拳 那我可亏大了 我打算再扇她几个耳光收尾 林飞愤怒地冲我大吼 喊孟奇 你闹够了没有 咱俩半斤八两 你TM有什么资格骂我 装什么纯洁 老子碰你一下你都不让 在老男人面前 不是玩得很开吗 我本来要呼到林飞脸上的爪子 置在了半空中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林飞压着满腔的怒火 分明地吼杰上下滚动 娜娜都看见了 你在你们董事长办公室里 坐她腿上 你TM内裤都没穿 林飞目露凶光 眼白发红 我在她的眼睛里 看到了杀气 要将我千刀万剐 无码分尸的那种恨意 她说你什么你都信 娜娜亲眼看见的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 尽管在我心里 已经单方面宣布分手 可对方毕竟是与我真心相爱过 曾经最亲密的恋人 此刻她却对我满口脏话 用罪恶毒的语言指责我 她宁愿相信一个认识一个多月的女人 也不相信我这个陪伴她三年的女朋友 好 林飞 算你狠 分手吧 我带着最后一丝决绝 跟这段感情说再见 曾经的林飞真的死了 她没有追上来 一步都没有 我的生活回归正轨 除了偶尔在余娜娜面前扮演失恋的伤痛 每当看见我失落难过 她都像一只打了胜仗的攻击 把她那颗烫着大波浪的头羊的更高了 我在等 等林飞来找我 果然 都没坚持一个星期 林飞又来找我了 说尽好话要跟我复合 孟奇 我这么做都是有苦衷的 真是好熟悉的开场白 我跟那个余娜娜根本就没有感情 她怎么可能比得过我们这三年 走过得风风雨雨 你相信我 我跟她在一起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只要跟她结婚 就能得到一大笔财产 过一两年再跟她离婚 到时候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哟 做你的春秋大梦 曾经开朗又正直的大男孩 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么个恶心玩意儿的 她到现在都还想利用我 榨干我的剩余价值 Gamma Z 因为她要娶的可不是普通女人 而是明媛 林飞现在扮演的是富二代 如果告诉于娜娜真相 且不说于娜娜本人怎么想 这门不当户不对 明媛的父母 又怎么会把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 她还惦记着 帮我表哥卖房的好处费 足有三四百万 这笔钱 能让她风风光光举办一场豪华婚礼 好让她实现飞黄腾达的美梦 她说几句好话就复合 未免太假了 我又拖了她好几天 在她的求和信息轰炸下 半信半疑地跟她和好了 还非常没有安全感地 一再跟她确认 是不是只爱我一个人 是不是拿到钱后 立马就跟于娜娜离婚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我又跟林飞和好如初 她才暴露真实意图 林飞接下来的话 足以让我几辈子都悔恨 曾经跟她交往过 我听娜娜说 你们公司董事长挺喜欢你的 你也别那么傻 别让她白占便宜 从她那里多捞些好处 等我和娜娜离了婚 我们也能过上人上人的好日子 看我没有生气 也没有反驳 她就默认我是同意了 怕我没经验 还不忘给我传到授业 那个在床上主动一点 温柔一点 多说些好听的 别是小性子 男人都喜欢这种 主动一点是吧 好 让你看看老娘有多主动 于娜娜又在办公室里炫耀 昨天男朋友带她去皇冠酒店 吃了法师大餐 饭后又带她去了 位于江山云喜的顶层豪宅 一听到江山云喜这个楼盘 同事们无不瞠目结舌 这可是自家公司最得意的传世之作 当初开盘的时候 除了董事长自留了几套房子 剩下的员工里 除了已经跳槽的一位CFO 曾经在那里买过一套房子 别的员工 可是连小区的大门都没进去过 在享受了虚荣的光环后 于娜娜开始犯难 她只是假名媛 要与豪门联姻 怎么也得拿出点附加千金的派头 自己费尽心机 才钓到这么一条大肥鱼 她不会允许任何意外出现 那天趁着午间休息的时间 看于娜娜也在 我不经意间跟另一位女同事 八卦社会百态 Emma 现在的女孩子也太大胆了吧 这条新闻上说 有个家庭贫困 初中都没毕业的女孩子 把自己精心包装后 嫁了一个帅的惨绝人寰的博士富二代 婚后生了三个儿子 公婆对她宠爱得不得了 又是送豪宅豪车 又是送现金珠宝 简直人生赢家呀 Emma果然被这则新闻吸引了过来 先掉了搭在身上准备午睡的丝巾 错过来看八卦 哇 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激动羡慕后 Emma很快清醒过来 敏锐地察觉到了 这则新闻存在的bug 假新闻吧 不是说她出身贫困 连初中都没毕业吗 现在咱们这样的大学生 研究生就业都困难 天天九九六 也不过万把块钱 快说说 她哪来那么多钱包装自己 我也好给今晚一夜暴富的美梦 取个素材 我开始跟Emma科普网上 露出的小道消息 之前我看到过一条评论 不过很快就被删除了 评论的人说自己是女主的初中同学 女主辍学后也过了好几年苦日子 后来她去上了个培训班 又去弄了个假学历 进了一家公司做财务 她包装自己的钱 就是挪用的公司资金 Emma听了大为震惊 啊 这姐妹也太大胆了吗 难道没被公司发现 我知道余娜娜也在听 招呼Emma凑近一点 压低了声音 余娜娜贼头贼脑的向我们这边靠 我也装作没发现 这有什么 挪用的钱只要能及时填上 没人会追究 女主不是找了个富二代吗 就她挪用的那点钱 婚后很快就填上了 压根就没人发现 Emma听了直拍大腿 感叹果然这世上还是胆大的人才能成事 像她那样胆小的 这辈子是没有嫁入豪门的命了 林飞最近也是眉头深锁 都很少开红色跑车出去炫耀了 这些日子给余娜娜买着买那 早已捉襟见肘 她又打起了房子和车的主意 想快点出手 我早就让我哥跟A市所有的中介公司 都打了招呼 林飞去问的话 就回还没有一项客户 我宽慰她 这种高价产品买卖周期 本来就很长 急也没用 可林飞等不起又在我身上打主意 问我最近跟我们董事长相处的怎么样 在她身上捞了多少钱 我跟她说我们董事长疑心病太重 而且挺抠门的 她老婆管的右眼 只给我买一些衣服和化妆品 就是卖二手都卖不掉 她责怪我不够努力 说只有她一个人在为我们的将来辛苦付出 余娜娜跟林飞说 她家就一个女儿 父母不想亏待她 希望能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光婚庆公司当天现场布置都要上百万 林飞那几天愁的都冒了几根白头发 可她明明才25岁 她为了能跟余娜娜结婚 真是绞尽脑汁 煞费苦心了 在她走投无路时 我将讲给余娜娜听的那个八卦故事 又给林飞复述了一遍 林飞是他们公司的财务 跟余娜娜这个行政比起来 她想要挪用公司的资金 简直就是 进水楼台先得月 见林飞还有些顾忌 我贴心地开导她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从古至今能做成大事者 哪个不是比普通人 更有勇气和决心 林飞有没有听进去我不知道 但是她现在别无选择 余娜娜倒是比林飞更加果决 最近她的咖啡 不再往我爸的办公室里送了 而是往旁边财务室 杨副总的办公室里送 那位对余娜娜寄予了许久的 秃头油腻老油条副总 最近焕发了第二春 好几个同事说进去找她的时候 看见那位头发都没几根的副总 拿个小镜子照来照去 办公室里的人都在议论 这位财务副总究竟遇到了什么喜事 难道是要升职转正了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余娜娜要结婚了 嫁的是住在江山云西顶层豪宅里的神秘富二代 在那栋顶级豪宅里 那位神秘富二代替她策划了一场 独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浪漫求婚 送上了一颗巨大的鸽子蛋钻戒 余娜娜带着那颗巨大的鸽子蛋 在办公室里晃悠 闪瞎了所有人的眼睛 还特意叫了我们办公室的几个 跟她一起去市里最豪华的婚纱电视婚纱 在全身相满 施华落士奇 水晶 八米大肠托为抹胸婚纱的映衬下 余娜娜美得光彩夺目 即将成为豪门阔态的余娜娜 不加掩饰地挑衅我 孟琪啊 你也别怪我 感情这时 向来都是成王败寇 输了就是输了 我毫不掩饰地坦白 这不是你上次说 已经还清了恩情吗 我只是想让你看看 她的真面目 顺便 呃 拉拉同情分 不过看起来好像失败了 我双手搅动着裙摆 有些懊恼 早知道刚才也学着西启文 假装白脸了 在我的策略里 陈秋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 若无她的援手 我的报复计划难以施行 因此吸引她的支持 成为我必须做的事 首要之物 是让她从内心深处 对我重新评估 避免她将我所做的一切 归功于苏嘉阳 她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 眼中闪烁着我 难以解读的复杂情感 那我之前所付出的 难道就全部白费了吗 我一时间语色 显然 她并非苏嘉阳那般 易于被操纵 她递给我一份文件 说话的语调 透着一股随意 过目一下吧 机智的小姐 那是一份关于 鲍鱼蛋黄一米羹成分的 分析报告 之前我收集了 倒调的剩菜 交给了陈秋进行检验 没想到竟然有所发现 绿丙琴 利培童 这些都是 能引起情绪波动的药物 想起我流产的那个早晨 她为我准备的 军孤虾仁粥 估计也添加了这些药物 那天路上密集的车流 看来也是她安排的 密集的车流导致我的烦躁 她便乘机上演了一场戏 我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 她沉思着 我原以为你 只是想给他们一个教训 现在看来 你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没错 我早就有所怀疑 异常增多的车流 刺耳的汽车喇叭声 轻易就能推倒得脆弱身体 所有的迹象 都指向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某人精心策划了一场意外 但我需要的是证据 一份能彻底击垮她的证据 因此我保持冷静 慢慢施压 目的就是为了逼迫她 在过去几天的忍耐之后 所有人似乎都认为 我只是心情有些沉重 尽管苏家阳可能存有疑虑 但她因为我表现出的态度 而放松了警惕 并重复了她的老套路 正是这一点 让我有机会发现了她的破绽 当然 我追求的不仅仅是这些 我已经掌握了最关键的证据 我相信 从现在起 她们的日子将不会再好过 陈秋 跟我合作吧 我轻轻地拨弄着头发 直视她的双眼 仿佛重新找回了曾经那个 稚气昂扬的自己 我保证 你的付出不会白费 当我走向门口时 我听到陈秋轻声笑了一下 真有趣 苏家阳的丑闻被揭露后 她的公司股价 一夜之间急剧下跌 当陈秋得知 是我传播了这一消息时 略微感到惊讶 我原以为你会压制这件事 毕竟一旦曝光 你的集团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我轻轻翘起一根手指 欣赏着新作的指甲 那是一种烈焰般的红色 一直是我的标志 自从嫁给苏家阳以来 我有所收敛 大多做的是温柔的粉色 全是因为她的喜好 现在 我终于又回到了真实的自己 感觉真好 不愿意牺牲小局 就无法获取大局吗 我狡猾的一笑 很快你就明白了 没过几天 集团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 那些新员工聚集在门口 制造了一种 公司即将破产的恐慌氛围 我的闺蜜和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 她焦急地推着我 可儿 怎么办啊 如果他们真的走了 公司很快就会倒闭的 我轻柔地安慰她 如果他们不愿意继续工作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板 我自然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我趁势而为 解雇了这些员工 并且把一些职位 让给了以前的员工 这让他们大吃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只是想吓下老板吗 我怎么真的被开除了 我有家庭 有孩子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那些以前受欺负的员工 为什么还愿意回来帮忙 范总 我认错了 请不要解雇我 我不该参与煽动舆论 他们围着我的办公桌 喋喋不休 让我头痛不已 想留下的 就要表现得更好 不想留下的 我抬起头 扫视着他们 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苏总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范总 我愿意留下 我之前真的是糊涂了 谢谢您给我另一个机会 我一定会忠诚地工作 办公室中 充满了热情和活力的声音 一些对苏佳阳忠诚的员工 坚信他不会抛弃他们 嘟囔着离开了 我微笑着看着他们离去 我猜苏佳阳的公司 已经在进行裁员了 呵呵 现在他可有的忙了 员工离开后 我对疑惑的闺蜜解释 这只是苏佳阳的一招小计谋 他的公司现在麻烦缠身 就想办法让我出面澄清 以改变舆论的方向 那些员工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他的提拔 听命于他 因此参与煽动舆论 制造谣言 他精心策划了这一切 却没预料到我会借此机会彻底改变范氏集团的格局 我的闺蜜认真地点了点头 接着又疑惑地摇摇头 但是那些资深员工为什么愿意回归呢 苏佳阳肯定是有所依仗 才会如此肆意妄为的 我轻笑着 这一计划确实让我费尽心思 那些被边缘化的资深员工 大都已经跳槽到其他公司 无论是从待遇 还是对原公司的情感来看 要让他们回来并不容易 我提出给他们五倍的薪酬 五倍的薪水 你真的能承担得起吗 但我觉得比起薪水 他们更加在乎的可能是风险问题 毕竟之前的情况 可能这就是他们愿意回来的理由吧 我旋转着手中的钢笔 在空气中画出优雅的轨迹 我告诉他们 我不追求利润 只希望能弥补这些年的不足 真挚的态度总是那么有效 哈哈 你这个人一向真挚至极 闺蜜给了我一个赞许的大拇指 同时也轻描淡写地讽刺了 我对苏佳阳的情感 再等等 你很快就能看到精彩的一幕了 那天午后阳光明媚 苏佳阳终于忍不住来找我 他看起来颓废不堪 眼带倦意 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我涂着鲜艳的红唇 悠然地靠在椅子上 等待着他开口 四周的墙壁被烧焦 显然这些天 他忙得没时间处理 他的疲惫可见一斑 我轻蔑地哼了一声 难以想象 像他这样精明的人 居然会选择在破败的 陈月别墅进行谈判 这个地方真让人难以忍受 每多看一眼都觉得反感 难道他还想利用这里 换回我们彼此之间 早就不存在的夫妻感情 客厅的墙上有个裂缝 让我能偷看到里面的情形 墙面被烧焦了 但仍隐约能辨认出原来的粉色涂料 那是西启文钟爱的色调 地板上散落着破碎的玩偶 和一些不明焦黄的物体 这里依稀可见 苏家阳对西启文的关心和体贴 以及西启文最后的狼狈不堪 苏家阳终于开了口 但出乎我的意料 他说的不是求饶 你背叛我和陈秋 还伤害了西启文 我不跟你计较 你补偿完我公司的损失后 我们一起去领养个孩子 重新开始生活 他展示了一份领养协议 上面贴着一位小男孩的照片 来自孤儿院 我冷笑着站起身 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我还没追究你和西启文那些龌龊事 你却先来污蔑我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他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 是你先背叛我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和西启文在一起 这话让我感到可笑 背叛 几年前 我和陈秋根本就没关系 他是否知道 我的存在都是个问题 我没有被他的话左右 急于为自己辩解 而是继续指责他的罪行 那么 关于下西击玩耀的事情 你怎么解释 我猜 你和西启文之间 肯定有个私生子对吧 你真是白日做梦 以为能轻而易举地夺取我的家产吗 我轻轻拨弄着自己波浪般的秀发 轻声揭露了他 深藏心底的秘密 他的面色马上变得苍白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儿子他怎么样了 儿子 我侧头笑了笑 拿起领养协议 在他面前一点一点地撕成碎片 记住 我没有孩子 你作为我的配偶 苏家阳 自然也没有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 她站起来 想要扼住我的脖子 但她现在太虚弱了 我握住她的手腕 猛地一扭 就把她摔倒在地上 我建议 你别轻举妄动 别去卡别人的脖子 你很久没见到西启文了吧 她上次就因为对我这么做 被陈秋认定为精神异常 然后被捕了 她怒目远征 我不满足地踢了她一脚 高傲地离开 我坐在办公桌边 侧身面对陈秋 轻松地喝了一口茶 嗯 事情就是这样 哎 看她现在为西启文 到处奔波的样子 真是令人同情 我都忍不住 有点心疼她了 陈秋紧抿着嘴 一脸委屈的样子 说 既然你同情她 那我就把西启文释放了怎样 我看着她不甘的表情 笑着说 确实是该释放人了 最近她老缠着你 你也挺烦的吧 你是在关心我 她低头在本子上涂鸦 随口问道 似乎只是在开一个小玩笑 我摇了摇头 深情地说道 我满怀期待 想象一下 苏嘉阳得知她尽心尽力 最终却只是将她的挚爱 从一个苦难中投入另一个苦难 她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她沉默不语 我转过头 发现她的笔记本上 被划上了一道深长的裂痕 我含蓄地一开视线 继续分析说 那个男孩的年龄 和我与苏嘉阳结婚时相仿 这意味着她五年前 就已经布下了这个局 没想到 经历种种波折后 她竟真的是 冲着我的财产而来 每当想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受骗五年 身心俱疲 我难免感到一丝忧伤 陈秋站了起来 轻抚我的头 安抚道 这世界上总有人 是真心为你而来的 咱们去看看你喜欢的东西吧 我注视着陈秋的背影 感受到孤独与落寞 却也在她身上 找到了无尽的救赎 每当我情绪崩溃时 她总能不经意地抛出一些 能够击败苏家阳的证据 给我带来希望 每当我取得小小的进步时 她总会淡淡一笑 为我接下来的计划提供策略 每当我偶尔感到自卑 她总会认真的告诉我 你很优秀 她没有甜言蜜语 但这胜过苏家阳的千言万语 她让我这个 曾经过度依赖他人的人 一点一滴地重拾自信 重新变回真正的自己 在她的身旁 我从不感到焦虑 因为我深信 她会一直在我身边 也许是因为她的稳重 也许 仅仅是因为她身上 那我所钟爱的柑橘香味 真可以说是 温柔的结语花 假如你的话真的成真 那么我无疑将成为 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我默默地用 只有我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自语 一收到消息 苏家阳便早早地守在门外 一瞥见西启文走出门 便立刻走上前紧紧拥抱她 关心地询问她是否受伤 她脸上流露出的担忧 显然比对我时要深切得多 我对她这种表现实在看不顺眼 啊 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 我好心提醒她们 是警笛声吗 哈哈 我就知道你们这种行为迟早会受到惩罚的 她搂着西启文开怀大笑 一脸胜利者的得意样子 我真的不明白 凭她这样的情商和智商 到底是怎样经营起一家大公司的 此时 警车驶来 警官走下车问 哪位是西启文 请跟我们走一趟 苏家阳突然像从梦中惊醒 颤声问道 警官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妻子没犯法 你们 你们应该抓她才对 她慌张地指向一旁看热闹的我 真是笑话 连妻子都叫出口了 不 不可能的 有人举报西启文谋杀未遂 证据确凿 请跟我们走 一个警官带走了西启文 另一个警官向苏家阳展示了一段视频 正是别墅失火那日 西启文试图勒住我的脖子的场面 她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我握住她的下巴 迫使她抬头看着我 原本是为了保护她 我们才将她的行为定义为精神问题 但你坚决认为她没有问题 我们只能将她定性为有预谋的杀人未遂 感受如何 亲眼看着你所爱的人被送进监狱 她刚从医院出来 就被送进了监狱 这份国家公养可真是铁饭碗 恭喜恭喜啊 我当然不是真心想要保护西启文 我只是在进行心灵上的报复 苏家的嘴角不自觉地抽动着 我明白 这是她愤怒到了极点的时候的反应 范科 是你那时候引诱我 害得我和启文分开的 她才是我母亲心目中的儿媳 我那时真是瞎了眼才会娶你 我轻轻挑起眉毛 再次给了她一个耳光 看来你真的是欠教训 我追求我想要的东西时 从未用过卑鄙的手段 也未曾挑拨离间 是你自私自利地选择了我 现在却把责任推到我头上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 坦白地说出来就好 我会立刻离开你 你反反复复 真正瞎了眼的是我 不过你也不用太伤心 你们俩很快就能再次团聚了 既然你这么喜欢诽谤 不妨到监狱里去继续 我轻拍了拍她的脸颊 这算是我们的最后告别 陈秋作为公司的副总 手握苏家阳偷税漏税和造假账的证据 再加上她对我所做的种种 下药 雇人制造事故 重婚 她被监禁几年 是必然的结果 这样一来 苏家阳的公司肯定是没法继续经营了 我带着歉意和无奈看了陈秋一眼 原先我承诺过 不会让她空手而归 我的目标一直是夺取苏家阳的企业 归还给她 因此 我总是谨慎行事 没有直接采取大规模行动 紧紧从她的婚姻生活中寻找破绽 巧妙地影响她的公司 现在 陈秋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大事 她的行动犹如一击重击 直接触及公司的核心 导致公司彻底崩溃 她是个言简意该的人 或许 我应该就这样默默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 我不禁感慨 这么多的证据 原来你早就开始策划了 我还以为 当我接管范事集团时 苏家阳的公司正好遇到麻烦 无暇顾及对抗我 这是天意帮助我 没想到 陈秋就是我的天意 记得你曾说过恩情已尽 为什么还要帮我 我问 是的 恩情已尽 因此我撤回了曾给予的恩惠 她回答 她走在阳光下 步伐缓慢 说话的语气 像是在谈论今晚吃的鱼一样随意 真的可以这样吗 我感到有些窒息 但那毕竟是你的心血 就这样放弃了 我心中充满惋惜 她察觉到我的想法 从路边摘下一朵山茶花 轻轻地别在我的耳后 公司没了可以重建 只要你开心就好 我的眼眶不禁湿润 确实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苏家阳和西启文入狱后 我对陈月别墅 进行了重新装修 并让那个小男孩和她的奶奶 不 现在是前奶奶了 搬了进去 父母的罪行不应影响到孩子 我原本打算将孩子过户到我的名下 但每当想到她是苏家阳和西启文的孩子 我就感到有些隔阂 不再像初次见她时那般亲近 既然前奶奶那么喜欢这个孩子 就让她来抚养吧 至于她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抚养孩子 那已经不是我应该关心的事了 我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愧疚 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面对吧 陈秋关闭了公司 用自己的名字重新开始创业 原来的合作伙伴一直与陈秋保持工作联系 深知她的品格 比起苏家阳更加信任她 因此并没有受到苏家阳的影响 重新崛起对她来说并不困难 我的集团在我和新老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逐步走上了正轨 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一年后的某个夜晚 我来到陈秋的办公室 打开门的那一刻 我几乎以为走错了地方 室内没有开灯 墙壁上挂满了明黄的氛围串灯 温暖而又暧昧 桌上摆着一捧玫瑰 娇艳 火红 热烈 上面附有一张卡片 上面写着 物以往之不见 知来者知可追 陈秋从黑暗中而来 站在灯光下 那一刻 我仿佛见证了 他从被混混欺负 成长为受人尊敬的公司总裁 空气中的柑橘香气 在这一刻有了形状 绸带般地将我们两人缠绕在一起 他笑着 眼底有着浅浅的情感 你曾说 不会让我白给 那么 以身相许如何 往事皆为序章 且听风吟 未来 还很漫长 当我与苏佳阳 迁入我们的新家后 深夜中 我常常听到一个女鬼的悲伤声音 她的哭泣 时而深情 时而充满悲伤 然而 苏佳阳 却似乎从未听到过这些声音 我向她透露了 这座房子 可能是鬼屋的事实 并建议她 尽快卖掉它 意外的是 平时总是听从我意见的苏佳阳 竟然决定要把我送往精神病院 我不屑地笑了笑 遗憾地想到 看来我只能把你和那个女鬼 一起逐出这个家 我与苏佳阳已婚七年 我们的爱情深厚无比 遗憾的是 我们一直没有孩子 并不是我们不想拥有孩子 而是我身体的原因 让我们难以如愿 因为这个 我不止一次地 受到婆婆的冷嘲热讽 幸好苏佳阳总是这么体贴 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她总会站在我这边 可儿也很期待有小孩 我们现在还年轻 未来总会有机会的 随后 婆婆的责骂 就会从我转移到她儿子身上 你们都已经不小了 怎么还不考虑要孩子 整天只顾着工作 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苏佳阳成功地 转移了婆婆的注意力后 便会悄悄地在衣服下 做个胜利的手势给我看 看到这一幕 我的心情又是酸楚 又是感激 对苏佳阳的爱意 更加深厚 我知道苏佳阳 也非常希望有个孩子 但她为了不让我感到 难过和压力 从未向我表露过这一点 更不用说抱怨了 唯有在她趴在我身上 轻抚我的平坦小腹 开玩笑说 你就是我的宝贝时 我才能感觉到她的一丝失望 我向我最好的朋友 讲述了这件事 她既羡慕又安慰地对我说 真没想到 你当初不顾众人反对 选择了她 话说回来 可儿 你的眼光真是太好了 对我而言 今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 我紧紧握着 怀孕检查的报告单 手抖得几乎抓不住纸张 我的心跳得如此剧烈 仿佛随时会从喉咙中跳出来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和苏嘉阳 分享这个惊天动地的好消息 当我满怀激动地冲到家门口时 屋内传来的对话声 让我如遭冷水浇头 婆婆说 可儿可儿 你总是这样称呼她 那个饭可儿 真是给你下了什么鼓咒了 说到可人 她怎么能和西启文相比 西启文是我丈夫的初恋对象 婆婆一直非常喜欢她 在我出现后 苏嘉阳放弃了西启文 选择了我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 她是贪图我家的财产 但后来我的家族陷入困境 苏嘉阳为了让我继续过富裕的生活 从零开始 历尽艰辛 开创了一番事业 尽管我多年无法怀孕 她也从未想过抛弃我 她的这些行为 让那些曾经质疑她的人 无话可说 也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因此 尽管婆婆因为孩子的问题 常与我有争执 我也都忍了下来 但这一次 苏嘉阳沉默不语 她竟然没有开口说话 我的心跳突然错过了一排 难道他们之间的感情 还未了结吗 我正忧心忡忡 苏嘉阳说 妈 我们的事你不要插手 将来你自然会明白 她的语气中 透露出一丝无奈 我总感觉 我的丈夫永远站在我这边 内心里 我感到非常幸福 有了这个宝宝 我们的未来肯定会很快乐 婆婆也就不会 一直念到西启文了 我推开门 带着一丝神秘地问 妈妈 阿阳 猜猜今晚 我想吃些什么 是酸的还是辣的 婆婆美好气地扭过头去 一副你真是麻烦的样子 苏嘉阳听到这话 宠溺地微笑着 轻轻地帮我脱下外套 她问我 你到底想吃些什么 告诉我 我来做给你 我调皮地回答 酸男辣女 你自己猜猜看 难道你是说 她转过头 眼里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没错 你快要成为爸爸了 我太兴奋了 没注意到她脸上那种 比惊喜更多的惊恐 几分钟后 苏嘉阳接到一个电话 对我说她公司突然有事 非常抱歉 晚饭最终没能做成 反倒是婆婆 给我煮了一碗鲜美的鱼汤 自从苏嘉阳的公司 发展起来以后 我就按照她的建议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安心地在家 过着悠闲的生活 我经常逛街购物 穿梭于各种服饰店之间 非常享受这种生活 但是现在 我轻抚着自己的小腹 满心欢喜地想 很快就要成为妈妈了 应该开始学习 做点家务事 我花了整个上午的时间 费劲地做了一个 充满爱心的便当 手上被邮件到的地方 还有点疼 我小心翼翼地 贴上了隐形窗壳贴 以免让苏嘉阳担心 然后拿着便当 匆匆前往丈夫的公司 到了那里 得知苏嘉阳外出处理合作事宜 我便在她的办公室里等待 当我想到 经历了一天辛劳的丈夫 能够品尝到我亲自制作的 温暖饭菜时 我的心中充满了温暖的感觉 苏嘉阳的办公室布置得干净利落 里面那些少量的女性化饰品正是我所喜爱的 我舒缓地坐下 身体沉浸在柔软的办公椅里 突然 我注意到了一些异常 我闻到了淡淡的桂花香水的味道 苏嘉阳平时使用的香水是我挑选的 通常都是清新的柑橘香气 而西启文 那个青春年少的少年 最喜欢桂花的香味 常言道 女人的直觉十分敏锐 我忍不住开始发抖 我让财务部门将报表送来 仔细地查阅着 尽管我现在不再亲自管理事务 但我有着业界出身的背景 审视报表的能力依然在 我很快就在报表中发现了问题 每个月都有一笔资金流向同一个地点 那就是晨月别墅 难道苏嘉阳真的在背后偷偷养着情人 一股寒意从我的脚底升起 直冲头皮 这时 门响了一声 苏嘉阳回来了 他看到我手中的报表 一瞬间僵硬了 随后露出一个无奈又溺爱的笑容 宝宝怎么发现了 我本来打算作为礼物惊喜给你的 装修花了不少钱 走吧 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原来他是买了一套别墅准备送给我 我心中的疑虑顿时减轻了许多 哦 这是爱心便当 可儿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这么好的人 应该让咱妈妈也来见见 看着他一口接一口地吃着我做的饭 做出满足的表情来逗我开心 我感到既感动又好笑 就快成为父亲了 还这样不成熟 我轻生责怪他 但内心实则非常开心 饭后 苏家杨领我参观了他的别墅 这座别墅分为两层 包括四个卧室和两个客厅 还拥有一个宽敞的花园 我仔细查看了每个角落 发现没有任何居住的迹象 而且内部装潢完全符合我的口味 我肯定他之前并没有联系任何人来这里做准备 我的心终于完全放松了 原先对香味的困惑 也随着看到路边的桂花树而烟消云散 意识到自己在未经确认的情况下就怀疑他 我感到非常内疚 看到这个经过几个月通风的新家 为了表达我对这份礼物的喜爱 我立刻决定今天就搬进去 然而我没注意到苏嘉阳眼中闪过的一丝犹豫 自从和丈夫搬入新居后 我经常做噩梦 醒来时总是浑身是汗 或许那并不只是噩梦 因为很多时候 醒来后我仍能听到那个声音 那是一个女子悲伤而又哀怨的声音 带着深深的仇恨 仿佛她随时会出现在我面前 向我索命 我曾多次向苏嘉阳提及此事 她总是说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只是轻拂我的头发 可能是怀孕让你压力过大 产生了幻听 我们明天去医院看看 第二天早晨 苏嘉阳贴心地给我煮了一碗香菇虾仁粥 尝到这美味的早餐 我的心情顿时好转 在前往医院的路上 不知是否因为怀孕 我发现自己的脾气变得特别暴躁 通常宁静的小象 今天出奇地拥堵 四周充斥着喧嚣的汽车声 我的心情变得烦躁不安 在忍耐不住的情况下 我不由自主地轻推了苏嘉阳一下 没想到这么轻微的一推 竟然让苏嘉阳失去了平衡 她的身子向旁边倾斜 双手失去控制 结果摩托车直接向着马路旁的路灯冲去 我最后的感觉是猛烈的痛楚和身体上流淌的热血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 我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苏嘉阳看起来疲惫不堪 坐在我床边 孩子怎么了 孩子情况如何 看到她那副模样 我急切地追问 她把双手交错放在前额 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才开口 可儿 我们还年轻 失去的孩子将来还可以再有 你先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放在她手臂上的手无力地滑落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那么任性 我捂着脸 眼泪湿润了白色的被单 我明白 对于我这样本就难以怀孕的人 这次的流产 让再次怀孕变得更加困难 幸运的是 苏嘉阳对我依然如故 没有丝毫改变 这在我心中的黑暗时刻 带来了一线光明 困扰着我的幻听症状 变得更加严重 那女鬼的声音更加多变 这次 除了哀怨 还夹杂着兴奋和快乐 我又一次被这声音吓醒 我紧紧裹着被子 呼唤苏嘉阳 却发现她不在房间里 我鼓起勇气 大声呼唤了几次 她才匆忙 穿着拖鞋赶回来 手里拿着一杯热水 可儿别害怕 我看到你出了一身冷汗 担心你是不是做了噩梦 所以去给你倒水了 当我接过温暖的开水时 虽然面带微笑 感谢了她的细心 我的心却不由自主地 沉入了冰冷的深渊 我察觉到她平时睡觉的地方竟然是那么冰冷 显然她刚才出去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倒一杯热水而已 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道 这座房子是个鬼屋 家阳 我们是不是该卖掉她 回原来的家住比较好 她将我紧紧拥入怀中 温柔地问 又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了吗 我害怕地轻轻点了点头 感觉到她的体温异常升高 她低声地嘟囔道 不要害怕 明天一切都会变好的 明天 一切都将结束 我凝视着她的眼睛 却发现她的目光空洞 似乎并没有真正看着我 她那句话 似乎更像是在对自己说 或是对某个不在场的人 做出的承诺 而不是对我说的 第二天一大早 苏家阳一离家 我立即邀请我的好友来陪伴我 我的好友带着她五岁的孩子一起来 小孩在宽敞的别墅里 快乐地跑来跑去 为这个寂静的地方 带来了许多生气 让我终于感到了些许安慰 觉得这个别墅 似乎有了一点生活气息 她问道 你是在说 你的丈夫可能有了外遇 我端正坐姿 严肃地点了点头 她接着问 和一个 嗯 女鬼 我既惊恐 又觉得有些好笑 在这种氛围下 不禁放松了紧绷的神经 我诚恳地说 说实话 苏家阳对我很好 就算在我怀孕期间 尽管她的公司很忙 她还是每天抽出时间陪我散步 帮助我调整情绪 我真的不相信她会做出那种事情 我又补充到 而且 四处环顾 我肯定这个房间里除了我们两个之外 没有其他人 我的好友叹了口气 安慰我 你可能只是过于焦虑了 怎么样 我以后多来这里陪你吧 或许 她稍作停顿 用那双闪烁的眼睛凝视着我 你可以重新接手你父亲的生意 投身于工作 这样就不会有时间胡思乱想了 你没有意识到 自己对苏家阳的依赖过度了吗 这个问题让我哑口无言 被宠溺着 不需要劳作 难道心理压力还会增加吗 看到我略显抵触的表情 她轻声缓和了语气 说道 爱 我真是羡慕你 不得不说 我这个上班族 每天忙得要命 一回家头一碰到枕头 就睡得像死猪一样 我轻轻敲了敲她的头 装作难过地说 其实我应该羡慕你 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她顺着我的目光望去 只见小家伙正趴在地上 嘴里咕嘟着数着地面上的方块 我笑着逗她 宝贝 告诉干妈 你数了多少个方块 她信心满满地摇晃着头 自豪地说 213个 听到这话 闺蜜立刻毫不手软地 给了她儿子一个暴力 笑着说 你看看 都丢人了 连数数都数错了 这么大的房子才280 你这是 把房子给缩水了吗 让你干妈笑话我们 她一边说着 一边拉着孩子的衣领 让她重新数方块 没过多久 闺蜜蜜脸色凝重地从楼梯上走下来 像是见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 说 居然真的是213个方块 算上家具和床占据的空间 勉强也就2007 每个方块代表一平米 这意味着 我目光凝视着闺蜜 眼瞳微微收缩 这座别墅里竟然隐藏着至少10平米的神秘空间 恰在此刻 豪华别墅的大门铃声突然响起 直至我身着精神病患者的制服 我仍旧茫然不知所措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是苏家阳诬陷我患有精神疾病 并照人将我捕获 我此刻的确感到心神不明 在乡邻的房间内 苏家阳正向医生说明状况 的确已经有段时间了 听到幻觉流产的事情产生的影响 躁郁症暂时住院观察一下 他们的对话零星的飘来 我基本理解了他们的意图 将我现在的行为 归咎于怀孕和流产引起的精神异常 这种说法听上去极其牵强 但问题在于 那名精神科医生正是苏家阳的密友 一旦进入精神病院 出来就变得困难重重 尽管我还不清楚苏家阳究竟隐瞒了我什么 我却深知 那份医生的诊断报告绝不能被接受 沉重的脚步声逐渐远去 房门开启 晨秋 苏家阳的挚友兼精神科医生走进了房间 他简略地介绍了状况后 停下了话语 静静地等候着 我明白 他在等待我的反应 期待我尖叫 失控 挣扎 否认我的存在 以此作为判断我的精神异常的一句 因此 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他那锐利的目光紧盯着我 细长的手指敲打着病例夹 发出清晰的响声 就像一只随时准备猎捕的豹子 这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形 截然不同 我与陈秋的相识 并不是通过苏家阳的介绍 而是因为 我曾经救过他的缘故 在那个时候 我家的生意遭遇了困境 偶然间目睹了一位男士 遭受群殴 他的衣物被撕扯成破布 遍体鳞伤 脸上和身上布满了淤青 显得奄奄一息 当那些施暴者离开后 我出于对同样境遇的人的同情 将他送往了医院 就回了他一命 作为一个已婚女性 我不宜与外界男性 有过于亲密的接触 我见过他之后 因为羞涩 不想再见面 于是让苏家阳亲自照看他 在了解情况后 我得知他 因为创业失败 欠下了债务 无力偿还 我本着救死扶伤的精神 从自己的财产中 拿出了一百万元帮助他 我并非无私至善之人 但当时 我还没从奢侈生活中恢复过来 对一百万的价值 还没有真正的认识 实际上 不到两个月 我就开始后悔这个决定 幸运的是 这个男人心存感激 还精通心理学 他在早期 帮助苏家阳处理人际关系 吸引了许多资源 苏家阳的公司 得以发展壮大 陈秋功不可没 他几乎是公司的智囊 就他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现在他成为了医生 竟然开始 对我进行心理分析 我心想 他并不知道是我救了他 于是心中的怒气渐渐平息 真是荒唐 我强忍着想要给他一拳的冲动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在判断我有病之前 我们先把欠款结清如何 他皱起了眉头 你说什么东西 一百万 我借给你的 忘记了吗 我伸出一根手指 在他面前摇晃着 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借钱给他 我的性格比较直接 习惯于直接给予金钱 而不是借出 我坚信他并没有归还那笔款项 真是可笑 他为苏家阳提供的投资额 近高达一千多万元 他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 轻抚着自己光滑的下巴 微微点头 正当我以为他 接受了我的说法时 他却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下 伴随着严重的妄想症状 我 在他准备离开之前 我抓住机会 对他进行思想灌输 是我救了你 也是我帮你还了债 你要报答 也应该找对人 我觉得自己现在 就像是古代小说中 那些默默行善 不留名的女主角 而苏家阳 则是那个趁机而入的 恶毒女配角 早知道会这样 我当初何必那么固执呢 救人却不露面 无端端地把自己的好名声 送了出去 他没有明说是否相信我 沉默两久后 他叹了口气问道 你想要什么 我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我希望你把我的病情 描述得轻一些 并在一周后 判定我精神状态正常 让我出院 虽然借助他人的恩惠 来达成目的 并不是好事 但我实在是别无选择了 陈秋也没有直接回答 是否同意 看来他还有些犹豫 当他转身离开时 我注意到 他的耳朵泛着红光 我疑惑地想 房间里是不是太冷了 一周后 陈秋真的按照约定 让我离开了 临走前 他还做了一次 形式上的全身检查 本以为 这只是走个过场 但当他看到 化验报告时 脸色突然大变 看到这一幕 我的心也紧张起来 担心他会改变主意 苏 你先生是不是有些问题 他细声细气地询问 什么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这问题也太离奇了 要是他有问题 我怎么会有孕呢 大哥 别说这些没有的事 我有些不悦地回答 他轻轻点头 目光深邃地扫过我 那我劝你们 还是要注意点 吸气完这药物 虽然有帮助 可长期用会带来副作用 例如 可能导致不孕 不孕 这个词犹如震撼 让我错不及防 平静地海面退去 露出了下面的激流 所有的疑惑 像蚕丝一样纠缠着我 让我感到窒息 我开始隐约意识到 这些年的幸福生活 可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一个庞大的球龙 我紧握双拳 直到感到疼痛 才勉强压制住愤怒的情绪 在回家的路上 晨月小区的门口 一个小男孩不小心撞到了我 大概五六岁 他的眼神中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小心翼翼地向我鞠躬道歉 非常抱歉阿姨 我今天特别高兴 爸爸妈妈很少有时间一起陪我 所以没注意到你 我微笑着摇摇头 心里想 如果没有这些陷阱 我的孩子也许也该这么大了 当我到家时 苏家阳看到我 脸色变得很难看 空气中充满了浓烈的桂花香 和淡淡的石楠花香 后者几乎被前者完全掩盖 我冷漠地注视着他 眼看他摘下惊讶的表情 换上了一幅充满深情的假面 亲爱的 你感觉好些了吗 我真的非常担心 能听到你恢复健康 我太高兴了 我确信 他心里最想问的是你怎么能出来 我同样确信 他原本希望 陈秋将我永远关在那个寒冷的房间里 但我并不急于揭露 他的真面目 这次的经历让我决定 再也不要沉迷于爱情中 我要让他们也体会一下 被人玩弄的感觉 我会像猫戏耍老鼠那样 缓缓地 慢慢地 让那些欺骗过我的人 一个个都付出代价 小可 你现在心情不好 应该多出门走走 苏嘉阳提出晚餐后一起散步的邀请 被我拒绝后 他显得有些不安 我陪你一起怎么样 哈 一点也不动心 完全不动心 别认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 那些所谓的每日饭后散步 不过是创造机会 便与人们进出别墅而已 我还记得昨天回来时闻到的那股气味 苏嘉阳的情妇肯定还没走 可能现在还躲在某个隐蔽的小房间里 我一边打开电脑 一边淡然回答 集团的事物繁多 我刚开始接手 还不太熟悉 不想浪费时间 在这种琐碎事上 他终于忍不住了 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集团 你又开始管集团的事情了 在家族企业逐渐衰落之后 父亲决定关闭了分布在各地的分支机构 只保留了本地的总部 及几家规模较小的公司 并将他们的经营工作交给我负责 然而 那时候苏嘉阳的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 我因为相信他的能力 加上他用看不下去 我这样辛苦的甜言蜜语 贡献了我的心智 于是我轻易地把经营权交给了他 如今我手扶着额头 注视着那些文件上满是新人的名字 老员工几乎不见踪影 我在心中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显然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苏嘉阳早已对公司进行了彻底的人事更换 悄悄将他的人手 安插进了公司内部 现在 即使我想要培养自己的人选 也觉得束手无策 因此 刚才我所说的那些话 并不只是借口 公司的情况确实非常复杂 想到这里 我突然下了狠心 怎么 我连自己家的企业都不能管了吗 苏嘉阳正要回答 这是他的电话响了 电话接完后 他没顾得上回答我的问题 匆匆拿起包就离开了 虽然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但我注意到 电话来电显示的是陈秋的名字 想必是他公司的投资者那边出了问题 我感到疲惫不堪 心想 还是先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吧 接下来的几天 不管苏嘉阳如何劝说 我都固执地没有离开别墅一步 甚至连夜间睡觉都保持着警惕 每当感觉到旁边有响动 我就假装被吵醒 迷迷糊糊地对他表示不满 有时 当我感到好玩时 我会故意让他先离开房间 然后等他刚走 我就忽然起身去洗手间 让他匆匆忙忙 手忙脚乱地回来 两分钟就能让他狼狈不堪 接着 当他白天忙于工作时 我就趁机好好睡上一觉 经过连续几天这样的安排 苏嘉阳的眼下出现了深深的黑眼圈 我装出关心的样子 半开玩笑地问 你是不是睡不着啊 要不要我请陈秋给你看看 他只是无力地摆摆手 问我 你为什么白天要切断电源 他这话似乎用尽了所有的精力 说完后 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哎 今天他提前回家了 我没能及时恢复电源 结果被他发现了 我笑着回答他 那是因为要响应 节约电力的国家政策呀 虽然我们现在条件不错 但节约是美德呀 实际上 我白天睡觉 根本用不到电 而他的情人藏身的那个地方 又没有窗户 所以我就随意地玩了一下 昨天我已经能闻到 空气中弥漫的异味了 那个女人在那里 肯定也不好受 我就想看看 他们俩还能坚持多久 她没有再和我争论 只是默默地脱下西装 带着买来的菜进了厨房 不久 她就做好了一道 香气四溢的鲍鱼蛋黄一米汤 端到了餐桌上 她已经累成那样了 还亲自下厨为我做汤 但是她这么做 不代表我就会对她心软 我拿起汤勺 就在这时 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不对劲 这汤里有问题 我趁她偶尔打盹的时候 小心翼翼地把汤一点点倒进塑料袋里 自己一口都没喝 第二天 我发现她的黑眼圈更加严重了 她离开时身上弥漫着浓郁的香水气息 巧妙地遮盖了周围的意味 以免我察觉到不对劲 我轻轻一笑 心想我的复仇才刚刚拉开序幕 深夜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甜美的梦境 我去开门 门外站着的是婆婆 难道苏家阳无法直面冲突 转而寻求外援 遗憾的是 今天即使是神仙来了也于事无补 她直接了当地说道 放渴 你整日在家不出门 这样子合适吗 小阳公司现在资金紧张 她忙得焦头烂额 你作为她的妻子 只会享乐 完全不懂得分担 她昂首挺胸 一副要讨个说法的姿态 我温柔地笑了笑 接着她的话茬说 妈 你误会了 我正准备做点东西给家阳带过去呢 她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 但语气依旧严厉 那就快点做 做好了就给她送过去 她这个时候应该饿了 我听话地回应了她 在厨房准备食物的过程中 意料之中地发生了意外 火焰突然窜生 浓烟滚滚地充满了整个别墅 我忍受着刺鼻的烟味 带着婆婆逃了出来 在浓烟弥漫的空气中 一个五鼻子泪流满面的身影 急忙逃出 她的头发和眉毛被烧焦 身上沾满了奇怪的棕黄色固体 如果婆婆没有挣脱我的手 亮呛地跑去扶她 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她的名字 我根本不会将她和西启文 那个像山茶花一样轻力的女孩联系起来 阿姨 她想害我 她真的想害我 你得帮我 你一定要帮我啊 一个女人指着我 她的神情激进狂热 显然 近几天的折磨 对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紧接着 她双手抬起 如同僵尸般向我冲来 紧紧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在心里有了决断 没有进行反抗 只是竭力避开她身上的污垢 周围的人群越来越多 她们的窃窃私语变成了利刃 不断刺激着西启文的神经 她手上的力道愈发加大 我开始感到呼吸变得困难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条腿斜方横插而来 瞬间将西启文踹飞 我倒在一个温暖的怀抱中 这是柑橘味道 莫非是苏家羊 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艰难地试图站起身来 头顶传来慵懒的低音 别动 哦 是陈秋 她身上怎么会有我喜欢的味道 与陈秋一同来的 还有苏家羊 我的这位便宜老公 竟然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静直冲向了西启文倒下的地方 她和婆婆围在西启文身边 表现得观心备致 比我更像一家人 西启文披头散发 此刻真的酷似女鬼 看到西启文被摧残成这样 苏家羊转过身 星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你这个毒妇 究竟都做了什么 居然害人性命 她冷笑着 我说你怎么能从精神病院里出来 原来是勾结上了陈秋啊 真是毫无廉耻之心 简直是个疯子 西启文攀住苏家羊的手 柔弱地说道 若不考虑她的外貌 请不要责备犯可 这都是我的错 她之所以这么做 肯定是有苦衷的 就好像刚才要夺我命的 不是你一样 你竟然还嘲讽我出轨 我翻了个白眼 占人家家的确让人讨厌 不过你至少有点自知之明 不像某人 分不清自己的位置 说吧 我转向苏家羊 你是个什么样的干净玩意儿 被你那张嘴一喷我都嫌晦气 这几天在我家 过得还愉快吗 我悠闲地绕着裙子的飘带 随口问道 你 你早就知道 是啊 被我搞得团团转的感觉 怎么样啊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 眼中透露出杀意 别过火 陈秋及时拉住我 我这才忍住 没给他们一人一刀 这次撕破脸后 我可不会手软了 你找我来 就是为了看这场好戏 在陈秋的办公室里 我和他对坐着 陈秋双手交叉握在一起 身体前倾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玩味 我吐了吐舌头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他